我們是執行它是配合一個按鈕 所以按一下它它才會去變動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需要按按鈕 它自動當這個儲存格 或這個儲存格有變動的時候 就去執行按按鈕的動作 這個前面有沒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有嗎 有沒有 當 對對對 表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 不太像 不一樣 那OK那沒關係 就當沒有好了 OK 好 那不過呢如果說我今天 需要當它點擊的時候 它不用再按一下按鈕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這個觀念就是說 所謂的事件驅動 什麼事件呢 當這個儲存格 跟這個儲存格 被改變喔 改變的話就change 被change 那特別注意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的物件 這個工作表物件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 這兩個儲存格 變動的話 就幫我執行 萬年曆四 這個程序 所以喔設定的部分喔 特別是你只要做一些設定就好了 哪些設定 一 先找到喔 我們哪一個呢 工作表物件 那各位可以在哪邊找到工作表物件 你可以在那個我們的專案有沒有 這個專案名稱就是我們現在的範例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呢會因為我有兩個工作表 所以呢它會自動幫我產生兩個工作表物件 其中有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 欸 對應到的就是第二個 所以記得喔 你先找到工作表物件 就它了 點兩下 接下來呢 請你找到一般 意思就是說欸 這個工作表物件 的名 這個工作表物件 它工作表就是worksheet 後面呢會帶一個事件 當它怎麼樣 預設是叫selection change 意思就是選舉區改變 那不過我們不是選舉區改變 我們是change就好了 OK 所以事件的話是change 所以把selection change有沒有 這一段deleteer掉 當worksheets 哪一個worksheets 就是這個worksheets 被改變的時候 那它會透過什麼呢 target的物件 告訴你說哪幾個儲存格改變 那我們哪幾個儲存格呢 C1跟F1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只有這兩個儲存格改變的時候呢 才會去執行 剛剛萬年曆四 所以程式怎麼寫啊 如果 這邊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特別注意喔 target 它用target告訴你說哪一個變動 所以喔 你可以 這邊 target點address address指的是它哪個位置 如果等於什麼呢 C1 記得前後要把它鎖起來 這是絕對的位置 所以 C1 或 或者是F1 所以打個偶爾 或者是F1 F1 把這一段喔 拿來copy 拿它來參考 這邊改F 意思是說 如果變動的那個是 C1或F1的話 then andif 其他的都不用理會就對了 那我就做什麼呢 call 什麼呢 萬年曆四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萬年曆四 這一個 把它怎麼樣 拿到這邊 貼上就可以 應該可以看得懂它意思吧 其實就是一個事件驅動喔 那記得要找到東西喔 在這邊 當它 被改變喔 這個地方 記得要改一下change Change有沒有 target 意思是說哪一個儲存格 C1跟F1 那我就去call 萬年曆四 好 程式寫完了 沒幾行啦 反正就三行程式 最重要的是找到那個 事件驅動的位置 OK 好 試一下喔 寫完了喔 然後來執行看看 這個可以把它剪掉了 不用了喔 好 試試看 11月 12月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 自動的幫我去run這些東西了 那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 如果C1可不可以 C1也可以 那其他會不會 其他沒有影響啊 所以只有C1跟F1 變動的話 才會被執行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 裡面去呼叫 城市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請各位先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 四線驅動的概念 主要是 你要找到那個 VBA Project裡面的 這個 我們的位置 位置找到的話 基本上 其他的話 就比較簡單的